我太太很喜欢孩子 但是我们有两个男的 怕有深度会承受不了 所以我们也跟萧和讲过好几次 你是我们领养的 虽然你不是我们肉体肚子生的 但是是我们心里面生的 我是萧和 今年14岁 因为萧和我来到这个家 我觉得我身是就像一个很刺激的旅程 喂 喂妈妈 我先交过去了 今天还好 嗯 今天下什么课 辅导音乐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芳华 妈妈画之业 就是广播电台 世界各地的某些地方 然后就可以听到妈妈的广播 跟妈妈在家的声音不一样 就是很温柔 再一个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看她一个人独自在那边玩 然后我觉得那种感觉非常的特别 这个好像就是要跟着我们一辈子的女儿 我们一辈子的孩子 我爸还吃饭了 爸爸的职业 就是广路商城 跟别人建立关系 就两个男孩 想要再一个女孩 搭捡运的时候 跟她儿福联盟在做广告 领养 当下就有一个想法 哎 我应该也可以啊 这当中从报名 审核 上课 在等待 她才正是从家里一份子 儿福教导 我们就是对儿女都要坦诚 特别是领养 这个部分 声势的告知是很敏感的 所以我们也跟萧娥讲过好几次 你是我们领养的 虽然你不是我们肉体肚子生的 但是是我们心里面生的 好 我跟这个两个儿子告诫他们说 有一件事情是你们绝对不能够在他面前讲的 那就是你不是我们家的孩子 因为我说 下回来到我们家 我们就是永远是一家人了 那边啊 就知道吗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因为那就是你一个特色 你要勇敢的做你自己 这个孩子是上帝给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个礼物 我觉得就是这一辈子的一个女儿啊 领养它就是一个爱的分享 当你存着爱的时候就不会有恐惧 领养就是跨出这一步 我们非常高兴这个女儿带给我们爱的满足跟享受 我觉得我身世就像一个很刺激的旅程 然后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欢乐 我很开心可以当爸爸妈妈的女儿 希望我长大以后可以换我来照顾她们 收养小伙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只有我爱就不会有了障碍 其实收养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by bwd6 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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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